我剛剛已經划斷說 我已經也太不會主持了吧 就是 在中途 你喜歡主持人 當主持人的你嗎 我不喜歡 那你這次怎麼還會接下這個任務 今天就真的收開啦 小賴 真的很討厭你 我也沒有啦 結束以後為自己打幾分 大概59吧 為什麼 哪裡被扣 哪裡 因為 我很不喜歡我準備好的東西 然後還是講錯 你喜歡主持人 當主持人的你嗎 我不喜歡 超喜歡主持人 我完全懂 就是我的粉絲也都知道我不喜歡主持人 那你這次怎麼還會接下這個任務 算起來啊 就是 因為我還是需要工作的人 所以 就是你要說我有喜歡主持嗎 還好 但是我不會因為不喜歡 就不認真去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還是很認真的做 很假嗎 沒有 屁咧 我一到後台 我就是馬上看那個轉播 然後因為知道大家聊天室 都非常的凶狠 然後就有很多人在講說 因為就是有很多贊助商的這些東西 他就說 不要講廢話 不要講廢話 快一點快一點 講什麼廢話 各位路人 這是工作 這是必須要講 你們免費看這麼好看的典禮 還是要講到贊助商 所以我覺得大家的嘴巴就是有點太 太over 當維莉安在唱經典環節的時候 他其實唱了很多 就是 Tank 對 給我你的愛 然後 然後就有下面可能太想聽 想聽維莉安的歌 他會說 維莉安幹嘛出來不唱自己的歌 那邊唱什麼別人的歌 我要聽維莉安唱歌 我想說搞得先有狀況 今天現在主題是 是經典 就是大家的嘴巴都是 很壞 我剛剛已經划到說 維莉安才不會主持的吧 就是 在於中途 沒有 因為我覺得這些事情 我都虛心接受 因為我也知道我今天 自己的主持上面 有哪裡還可以更好 所以其實這些建議呢 我都會放在心裡 但是除非他嘴巴真的很賤 就會在IG削鬧他 對 為什麼受傷 因為我打贏啊 準備 神經病啊 沒有啦 我根本沒有時間到後台 他們的說起事 那他們有時間打雜 對啊 只能找到人 沒有 烏鴉開玩笑了 他剛剛演那一處你們演戲 今天就真的收開啦 小賴 真的 很好演 沒有啦 不要 有素材了 有素材了對不對 有素材 今年度為什麼一直不能 就是我的粉絲都會想說 想要聽我發專輯啊 聽我發歌啊 可是我都一直打哈哈說 沒有啦 今年沒有 因為沒有金主爸爸 什麼這些開玩笑 然後就有一些比較 可能真的很想聽我唱歌的粉絲 就有點覺得 我不努力 我為什麼不爭取 我為什麼不什麼 但是我確實沒有講過 是合約的問題 因為我心裡想說 這個問題是牽扯到公司 也不方便直接這樣講出來 也沒辦法直接跟大家講 我怎麼可能在活動的時候 因為我公司合約有問題 解掉 整個場乾掉 就是冰凍耶 冰凍 所以我想說沒必要這樣講 然後我就覺得 因為這樣子的關係 被誤會成在音樂這塊不努力 我就覺得 有一點 難過 我自己也有點解 就是因為我真的很想出專輯 也很想出單曲 所以我一直有在努力 但是 我們需要面對很多的困境 現實生活上面的 但是 還是希望大家盡情期待 會有這一天的 不是說永遠不唱歌 因為我這麼討厭主持 我就愛唱歌啊 一定會有的 一定會有的 欸